对七大寡头的战争一共持续了13年 普京上台后也秘密召集七位寡头 跟叶利钦说了一样的话 好好赚钱不要插手政治 寡头们笑微微地问他 普京 你不是叶利钦的人吗 普京不为所动 我是俄罗斯人民的人 那时候的莫斯科 古新斯基上街一定要带15个保镖 吃顿晚餐都要飞到巴黎 霍尔多科夫斯基建了一个大花园叫苹果园 让油仙科石油公司高管全住在里面 寡头们穷奢极欲 而地下通道却经常看到一贫如洗 枯瘦如柴的老夫人伸出手向行人要钱 每天傍晚 街头会有一些人手中举着几条干鱼 几根香肠或几包油炸马铃薯片 或者在地摊上摆着两根黄瓜 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 这些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么穷 本来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连叫卖都喊不出口 只是默默地呆立路旁 更惨的是一些老年寡妇 手中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 或者为国战争中牺牲的丈夫遗物 向路过的行人兜售 希望能换回点食品 国家已经这个样子了 容不得你们再乱来 企友们察觉到了普京的决心 古新斯基将第一个接受普京的重锤 前面说过古新斯基跟卢日科夫关系极好 别列佐夫斯基则跟卢日科夫有私怨 普京竞选总统时 他曾支持其对手卢日科夫 作为前锋第一个向普京开火 当时下令自己掌控的电视台报纸 杂志报道普京在车臣行动中 血腥的军事行为非常的不人道 两人本来就有怨愁 刚好先拿你记到 2000年5月11日 普京在上任总统的第四天 俄罗斯内务部和税警冲进了古新斯基 大桥集团的总部和其他四处机构 检查其税务情况 6月12日 俄最高检察院以侵吞国家资产的名义 拘留了古新斯基 1996年古新斯基以25万旧卢布的超低价 收购了国家电视公司77%的股份 合同签订后12天 该频道负责人的账户上 突然多出了100万美元 这笔旧账 现在被联邦安全局翻了出来 古新斯基即刻被送往俄罗斯 条件最差的布德尔卡监狱 俄罗斯17家大公司 随后联名写信质问普京 是不是要搞警察国家 当时普京才上任一个月 立足未稳 考虑了一下 在16日释放了古新斯基 但对乔媒体公司的指控 并没有撤销 在监狱里古新斯基 估计吃了不少苦头 出来后迅速收拾行李 出国避难去了 这个时候 别列佐夫斯基 也跟着和普京翻脸了 普京刚执政时 别列佐夫斯基 态度还不端正 一派叶利钦时期 金主爸爸的姿态 对普京指指点点 甚至当着媒体的面说 没有我们的支持 普京将不复存在 一点也没有把普京 放在眼里的意思 普京并没有回应他 克格勃的人 从来不跟人打嘴架 直接动手 突破口 就选在福尔加汽车公司 逃税问题 这家公司是别列佐夫斯基旗下发家产业 在1999年 虚报轿车产量大量投税 俄税务总局突然对其展开调查 等于直接向别列佐夫斯基宣战 别列佐夫斯基很快反击 他利用车臣政策和社会改革的影响 指责普京的改革政策必将失败 并且在2000年7月19日宣布辞去国家杜马议员的职务 宣称要创立一个反对党和普京政府斗争到底 从这一回合就可以看出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 寡头们也只能变成嘴炮 普京实打实地搞他工厂 他却只能跳起来骂几句 8月12日 俄罗斯发生了著名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爆炸事件 这件事情最后促使普京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扳倒全部寡头 发生核潜艇爆炸时 普京正在度假 因为核潜艇有分离保护措施 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 普京一时没放在心上 不料一直打捞不上来 被迫向英国求助 冒着军事机密泄漏的风险才捞上潜艇 打开舱门时发现 里面所有官兵早已全部遇难 这件事引起了全国震动 逃到国外的古新司机 和还在国内的比列佐夫斯基两人 当时控制着全俄罗斯70%的媒体 趁机煽风点火 所有渠道全面指责普京不负责任 处理不及时 致官兵生死于不顾 普京被惹毛了 你们好好赚钱 我还不一定会找你们算账 现在主动招惹我 别怪我不客气了 11月 普京向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 2001年12月 逃到西班牙的古新司机 被西班牙警方逮捕 但西班牙拒绝引渡 并释放了他 2003年8月 古新司机在希腊再次被捕 希腊也没有引渡 再次将其释放 古新司机由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旗 最后他选择定居以色列 他原有的媒体集团被收归国有 虽然还保留了部分股份 但按照俄罗斯法律 他只能低价卖给俄罗斯政府 不过看样子 他这辈子是不再会回到俄罗斯了 在收拾古新司机的同时 俄罗斯总检察院 也找到了别列佐夫斯基 勾结外国公司 将俄罗斯航空公司数亿美金 洗成自己私人财产的证据 2000年11月2日 传讯别列佐夫斯基调查 别列佐夫斯基跑得飞快 先躲在法国 最后定居英国 打死也不回来 打不过普京的别列佐夫斯基 依然不损嘴炮本色 他向媒体宣布 他从航空公司洗的钱 是用来赞助普京竞选的 翻脸之后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鬼才信你这个糟老头子 这老头子还是很顽强的 到了2003年 别列宣称拿出10亿美元 支持俄罗斯国内反对派 可惜反对派不争气 完全不是普京的对手 2004年 别列资助乌克兰 亲美的油仙科4500万美元 扳倒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 2006年 别列高架派特工 去刺杀普京未遂 刺特工后来在伦敦反被毒杀 别列既然已经跑路了 就可以慢慢收拾他的残余势力 普京迅速抵挡 他在国内的企业和资产 清洗掉他的政治经济代言人 为了收拾别列佐夫斯基 收买过的官员 光是2003年就在内务部 联邦安全局 总检察院 联邦委员会 以及海关总署 总共查处了17名高官 经过几年的时间辨别清除 别列佐夫斯基在政府内部 已经没有自己的化石人了 别列佐夫斯基离开俄罗斯时 跑得太快 把所有生意交给了一个心腹打理 这名心腹就是今天英超切尔西的老板 大名鼎鼎的阿布拉莫维奇 阿布也是犹太人 1966年出生 是个孤儿 他当过兵 学的是法律专业 第一桶金是跟着空姐女友做代购法家 主要走私香烟香水 也有钱之后开始洗白 什么赚钱做什么 开工厂 保安公司 养猪 练食用油 从孤儿混到这么大产业 阿布对自己的奋斗史一直很满意 直到他遇到犹太人老乡 别列佐夫斯基 这样的巨富 才知道自己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生意 心服口服 跟着别列混社会 别列带他结识了叶利钦 因为阿布长得帅 会聊天 精通心理学 擅长取信于人 跟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基杨娜打得火热 休克疗法期间 在叶利钦的帮助下 阿布以低价控制了俄罗斯旅业公司 民用航空公司 成为一名小寡头 除了给叶利钦家族大量提供现金流 也帮别列佐夫斯基看场子 别列佐夫斯基 把他当成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阿布却不这样认为 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阿布有自己的主见 本质上 阿布跟别列对待政治的态度不一样 别列想把普京打下来 阿布却很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普京要收拾寡头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抗 而是保命 他马上终止了跟其他寡头石油公司的生意 送给普京一艘超豪华游艇奥林匹亚号 将自己还在挣大钱的产业主动卖掉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主动参政义政 跑去竞选国家杜马 获得了一元豁免权 在政界 他拿钱开路 2000年 他在34岁时 拿钱砸到楚科齐自治区州长 并自讨要包两亿美元 给当地一开超市 修电影院 铺路 建宾馆 给穷人送日用品 当地百姓纷纷点赞 真是活菩萨呀 千言万语会争一句话 普京大哥求饶命 我不想做寡头的 就阿布这态度 别列将产业交给他 等于羊入虎口了 几年之后 阿布将别列交给他打理的产业 全部低价出售给了国企 别列在伦敦期的凸显 从此跟阿布决裂 到2005年 阿布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作价130亿美元 卖给了国有的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这是阿布跟别列二人 曾经共同创立的企业 别列认为 按照十几年前的口头约定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中 应有一半的股份属于自己 自己逃难后 2001年 阿布拉姆维奇 以13亿美元强行收购了 别列佐夫斯基手中 那一半的石油公司股价 按照这家公司 后来被出售的价格计算 他蒙受的损失高达50亿美元 别列气的在伦敦控告阿布 但英国法庭说 阿布必须收到船票 这笔官司才能进入司法程序 但阿布在万里以外的莫斯科 怎么可能收到船票